美股在周三再次熔断,为本月第四次。 亚太市场今日亦承接美股跌势。 同时,受益情影响,纽交所将于3月23日开始关闭其交易大厅。 美日经济新闻3月19日报道,在休市两日后, 菲律宾基准股指恢复交易后大跌12.4%, 触发熔断停牌,再次恢复交易后一度暴跌24%. 韩国COSPA指数一度跌超8%,触发熔断。 印尼股市盘中跌超5%,触发股市交易暂停, 这是六个交易日内的第四次暂停。 A股导盘集体单边下跌,互指一度跌至3%,创年内新低。 截至五千收盘,互指跌2.1%,报收2670点, 深城指跌1.9%,报收9836点,创业板指跌1.1%,报收1866点。 互股通勁流出30.41亿元,人民币卵股场Q流出14.86亿元。 分析表示,新冠疫情恶化是全球市场下滑的主动力。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, 截至北京时间3月19日12时20分, 全球确诊人数已达21.8万人, 其中美国的确诊人数已达9,345人。 另据CNN报道, 目前已经至少有14名国会议员在接触。